阿摩达斯 Bhagavatu 阿摩达斯 Sammar Sambuddhasa 李敬他 世尊 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 学佛 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些体验 很多人学佛过后呢 他们 发现到 自己在生活上做决策的时候呢 可能考量就比较多了一些 这时呢 他们就会想 哎呀 是不是 学佛让自己 反正做起事情来呢 就比较有一些顾忌 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在生意诚来讲呢 其实这是好事来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吗 因为 没有学佛以前呢 一个人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因果的事 他只要 只求达到断期目的 但学佛过后 因为我们知道了因果 我们会想到的是 长远 不只是眼前得利 要想到这个是有因果的 那么呢 我们就会考虑的 胜一层 不愿意为了 那眼前的利益 出卖自己的未来 因为因果是真实不虚啊 所以 所以当我们因为学佛 因为更明白自然界的法则 更知道什么因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报 那我们就会小心了 就会谨慎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好 是考量多一点 但是是稳当一点 因为从因来说呢 你少一份考量 更加利落 更加爽快 更加快速的决策和判断 看起来是这样 从短暂的时间来看 但长远来说呢 你要面对果报啊 所以 如果我们只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 那你就觉得 我少学一样东西 少知道一些四根非 黑跟白 那么对跟不对 善跟恶 那反而要干什么 反而很敢 胆子很大 但是那个是在因上 只是你不觉得 因为它的果报还没成熟 以前 你不觉得它是坏的因 但是果报来的时候呢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学佛给我们一些比较慎重 也比较成熟的对事情的考量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来的 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很多人常常犯的错误 就是他们以为 不知者无罪 只要我不知道这是坏事 我放胆的去做 那我就无罪 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坏事 反而学了佛 我知道这是坏事了 反而心里不好过 其实呢 自然界的法则并没有说 这个不知者无罪 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无明 无知 遗知 本身就是一种苦因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有恶业的 但是呢 我们去做了 我们清新醒醒的去做了 比如说你觉得杀一个畜生 你觉得这个是没有恶业的 以为是造物者 招来给你杀的 但是你去杀 那么有恶业吗 有的 不是说你不知道 这个是有果报的 那他就没有果报 不会这样子 就像悬崖地形引力 他不会说 你不知道有地形引力 你不知道这里是一个悬崖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洞 那你掉下去 那就你说我不知道 就不用粉身 所以不会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排除 能够把这种错误的思想排除的话 那我们真的会觉得 我们更加需要提早学佛 越年轻学佛也好 越早能够变清 是非善恶因果关系 那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更好的 相反的 如果我们以为不知者无罪 想要梦着眼睛 告诉自己我不知道 所以我以前为了赚钱而造的恶 不是我知道的 不是我要的 但是果报还是一样 因为伤害众生 还是伤害众生 造恶还是造恶 甚至因为不明白 因为没有智慧 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 而造呢 还多了另外一个罪恶 就是另外一个果实 就是无名 心觉的犯错 他还是有忏悔心 你还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其实那个错是比较可怕的 他要承受的那个果报 所以这是更重的 所以自然界的法则 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学佛就是要去学 这方面的智慧 所以越早越好 因为并不会因为我们不知 就无罪 知不知自然界的法则 那个因果关系是丝毫不爽的 这是我们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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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